眼前的男人是一只鬼 他正想开口说话时 突然感觉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一根小魔杵刺穿了他的身体 男鬼随后恢恢厌灭 原来他们已经被人控制住 不是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随后小叔手起除弱 将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都给解决掉 就在他向宣姐的爸爸下手时 反应过来的宣姐终于知道反抗 两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他用爷爷送他的项链刺伤小叔 再捡起石头完成反杀 可惜他的爸爸被小魔杵刺中 在他的怀中化为灰烬 而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 居然忘记了捕刀 就在他打电话报警时 惠美的小叔也醒了过来 两人什么情况咱先不说 先来看看小萱这边 萱姐被抓走后 法师也原形毕露 很快他就被迷晕了过去 就在法师准备痛下杀手时 眼前凭空出现一只脚印 法师被吓了一跳 知道是老头子回来了 眼看老头子不为所动 他开始使出去灵法术 他还以为老头子被吓跑了 正想继续干活时 灵堂里的灯突然熄灭 他打开相机功能四处查看 只见相机识别到一张人脸 正是老头子的遗像 接着又识别出另一张人脸 可他抬头一看 那个位置却什么也没有 接着左边又识别出人脸 而且离他越来越近 法师害怕了 这老头子太凶猛了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他想逃离时 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等小萱醒来时 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法师 也看见了阿祖的鬼魂 阿祖慈祥地看了他一眼 缓缓回到了遗像里 就在他想去找萱检时 等来的确实满脸血迹的阿德 很显然 刚刚的打到阿德略生一筹 他将小萱母女装进后备箱 打算找个地方处理掉 可他在倒车的时候 却从倒车影像里 看到一个身影 再仔细看又消失不见 紧接着耳边传来一声叹息 他掺抖着白洞内后视镜 看到了坐在后座的老爷子 第二天 警方救出了小萱 而萱姐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故事的最后 小萱获得了全部遗产 也成功移植了母亲的身 而她站在镜子前 露出了一味深层的笑容 说实话 看到她这个笑容 立哥感觉到后背发凉 想到了另一种可怕的结局 这部电影也许根本没有鬼 后面发生的一切 全是小萱对警方的叙述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 她涉及坑害了一家人 列造出一个鬼魂复仇的故事 最后不但获得了全部遗产 也成功移植了妈妈的身 就像是坏总里的小女主一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机 也有可能是导演过弄玄虚 故意让她在最后笑一下 让观众去胡思乱想 不管怎么说 里面几个镜头还是蛮吓人的 胆小的粉丝看看解说就好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